繳了一千萬的稅 那你一千萬的稅 你從6% 12% 20%一路推 那你可能就賺了好幾億 但是這些東西 你不要看說沒有賺到這個錢 天然的時候 你代言費越高 你的違約金 求償的金額也越高 這個時候恐怕 對顏雅倫來講 會非常非常的傷 現在來講 他找了以前肥檢的檢察官 出身的 當他的委任律師 那個律師很厲害嗎 很厲害 他以前打過 他以前辦得過非常多 重要的一個案件 然後是黑金專責 這個就精彩了 因為你找到這種司法官 出身的代表什麼意思 顏雅倫沒有要跟你那個的 沒有要跟你認罪協商的 沒有要跟你和解的 意思就是說顏雅倫 現在就是要平武罪 顏雅倫這個案子 這個風暴 不是只是影響到 他自己的演藝失業 現在已經燒向司法刑案了 我們來看顏雅倫 在今天警方大動作 到他家裡搜索 搜索了五個小時 而且收到了大量影音 還把他的手機給扣了 據說他現在所的代言 通通沒了 玉鳳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當初他跑去 要熱的那個記者會 很多人覺得說 直求對決 至少他敢道歉 但其實在我們眼裡看 非常的危險 因為這個是有性犯罪的一個問題 你知道嗎 在法院上來講的話 如果是有性犯罪的問題 你在開庭的時候 也不會讓加害人 跟被害人在一個地方 他還要開另外一個房間 那沒有想到 他竟然就直接去了 直接去之後 我覺得是這一點激怒了這個事檢 所以士林地檢署 是主動講要分案的 你看到這麼多藝人裡面 大家就 哇 這可能要進去關 其實地檢署都沒有講話 地檢署也難得麻煩 但是就顏雅倫這一件 是他去人家記者會之後 對 他主動說要來分案 為什麼呢 我們先來講下去 他的東西 其實藝人的東西 最討厭的就是收證的問題 可是他那個影像外流 網路上面已經流傳開了 所以只要下載就好 所以他就沒有什麼 一個收證的一個難度 但是昨天有一個美感 昨天不只是你下載他的影片 還去收他的家裡跟工作室 然後收的時間還那麼多 那麼久 那代表有什麼意思 代表說現在檢察官 恐怕不只要辦藥樂這一件 他可能還 所以應該也收到 除了藥樂之外 其他的受害人 他下載了很多的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是什麼呢 其實如果還有其他的話 那就完蛋了 因為這是一罪一罰 而且他涉犯的 其實都是蠻重一個行度的 那麼其中這個弄下去之後 恐怕關的話很不好關 很不好關 很不好關 你看李宗睿到現在出來了沒有 大家忘記李宗睿了嗎 你所謂很不好關是 進去了之後不容易被假釋 還是進去了之後日子很難過 日子很難過 而且 好像修理啊 對 這叫修理 因為性犯罪嘛 然後這個關也很難關的意思 就是說你在裡面不好 就是日子不好過 然後再來的話你要假釋 也很難 我們當然是無罪推定 但是這個東西你看喔 昨天的大陣仗 富幽隊又去 然後呢又搜索了住家 然後呢又搜索了這個 他的一個工作室 而且呢 待了時間那麼久 下載了那麼多的影片 你一個一個爬梳的話 我看是非常非常可怕 好 問題是警察好像在幫他耶 當然啊 昨天因為媒體記者都在追嘛 對 警察竟然讓他坐 真房車躲媒體 真房車是一般人 可以隨便坐的嗎 好 真房車可不可以一般人坐 如果你是連千億 那也可以坐 因為連千億也坐過 對 如果你不是的話 一般人不會坐 其實我們講昨天的一個狀況 因為你要先去搜索那個地方 然後呢 你有拘票的話 你要去直接去搜索 那你還要去附訓到 市民地檢署來做一個附訓 我們來說一個 比較簡單的東西啦 那如果你要讓嫌犯 來做真房車 沒有什麼不可以啊 給我上銬 對不對 其他的嫌犯 那譬如說你犯案了 然後呢 你爺爺 你那東西 穿空床床 我們以前也跟著警方去起張 那你就要上銬啊 不是 問題是 他不是要去起張啊 對 他是幫他躲媒體啊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帶著繞啊 那就不行啊 是啊 可是跟 過去來講的話 記者躲貓貓耶 對 這個東西的話 就會引人非議 就是說呢 你對他是不是有特別的 一個優待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用真房車去 如果你今天真是覺得說 他還有其他的地方 要去處理的話 你就給他上銬 如果你沒給他上銬 你用真房車 然後呢 你看那個大迴轉 那個感覺就是說 你是不是 有跟他 他是不是跟警方 有特別好的一個媒體 特別好的交情 林亞倫代言全媒啦 對 他的代言其實 我覺得 人怕竹民粗怕肥 其實很多的人 像你看憲哥啊 你看以前飛哥 還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每年都會被問到的 一個必考題就是 阿冠你今年繳稅繳多少 大家都繳稅這個 我們就是國民英進的EU 沒有多少 但是我們也會好好的繳 可是大家都不會講出一個數字 因為你繳稅 繳了多少錢 你就會被推算 你的收入是多少 對 12% 然後跳幾到20% 那你跳到45% 你就會被推算 但是林亞倫就直接講了 他繳了一千萬的稅 那你一千萬的稅 所以你從6% 12% 20%一路推 那你可能就賺了好幾億嘛 你賺了好幾億 然後你又開公司 你該幣的 該解的都弄完之後 你還繳到了一千萬 這代表什麼概念 他賺了好幾億的錢嘛 但是沒有人賺到好幾億 也有 可是大家會低調一點 但是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其實經濟那邊 也是一個一個切割 有些他的影像 就比如說他去 演的一些綜藝節目 其實正面都不見了 正面都不見 全部都被瞎架了 對 然後他也去代引眼鏡公司 其實說他有十個代言 對 十個代言 全部都沒有 眼鏡公司他因為實體店面 實體店面沒辦法 把影像給刪除 就在他的步調 把臉給挖掉 用物理性的方式讓他消失 但是這些東西 你不要看說沒有賺到這個錢 後續還有 如果你今天 我們其實可以算一下時程 昨天不是已經約談了嗎 然後50萬交保了 你大概在兩個禮拜內 就要再開庭了 你開庭的情況大概 狀況大概就 會知道你的走向好不好了 因為你開庭的時候 一定就是把這一次 昨天搜索的東西拿出來 這個影像是什麼時候拍的 對方是誰 他知道沒 所以這東西弄完之後 他後續不是說代言沒有的問題 是會不會有人來給你求償 求償 這個當初你在簽約的時候 你代言費越高 你的違約金 求償的金額也越高 這個時候恐怕對顏雅倫來講 會非常非常的傷 那這些錢我覺得 前後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現在來講他找了以前 北檢的檢察官出身的 當他的委任律師 那個律師很厲害嗎 很厲害 他以前打過 他以前辦過非常多重要的一個案件 然後是黑金專責的 所以在過去來講的話 以檢察官的角度 現在就是說網路上面就講 北三檢內鬥 我們講的台北地檢署 市立地檢署 新北地檢署 北三檢是最強的 很多檢察總長都是北三檢出來的 那麼現在就是黑金專責的檢察官 出身的委任律師 做他的律師 對 要來對付市立地檢署 這個就精彩了 因為你找到這種司法官 出身的代表什麼意思 顏雅倫沒有要跟你那個的 沒有要跟你認罪協商的 沒有要跟你和解的 意思就是說顏雅倫 現在就是要平武罪 搞定的 第四檢查官